國民黨中的參選人 侯友宜桃園跑行程 立委參選人年僅僅 目擊地位看似穩固 但隨著藍白河進入談判深水區 卻傳出柯朱私下協商 把侯友宜晾在一旁 強調自己就是主帥 但除了內憂還有外患 根據兩份總統大選最新民調 臺灣民意基金會調查中 賴清德位居第一 柯文哲以百分之二十一點七緊追在後 侯友宜則是百分之二十點二緊咬 美麗島電子報中侯友宜雖佔居第二 但跟柯文哲只差百分之零點四 兩人持續纏鬥 儘管蔡秘如林家欣在臺中互相拉抬 形成立委藍白河默契 但就怕產生磁吸效應 傳出國民黨內依舊嚴禁 柯文哲替藍營參選人站臺 藍白互動國民黨設下停損點 但富士康集團遭查稅 是否代表中國不樂見郭台銘參選 侯友宜抓緊機會再踩一腳 強調當選要跟中國展開對話 但在這之前如何拿回藍白整合主導權 恐怕也是侯友宜另一個危機 三立新聞 張鈺杰 黃澄波 任母軍 S小組 台北桃園 綜合報導